根据气象局预报 强烈台风旋兰诺9月2号到3号将最接近台湾 可能在北部和东北部有明显的降雨 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局长王国良就表示 目前已经完成各项防台整备工作 并24小时监控台风的动态 也呼吁民众在自家周围的排水沟保持畅通 以免发生淹水 第九河川局局长王国良表示 旋兰诺台风BG9河局已经完成各项防汛制裁盘点 并且针对辖区内战舰工程 要求厂商做好防汛整备 以及成立防汛抢险对应变 做好万全准备 可能从气象局的资料来看 可能是2号3号的部分可能影响 就靠近我们 要看当时的下雨状况 我们会再做一些实际的一个随机 来跟当地或是县武这边来联系 那我们自己本身的外水的部分的几个提防 该整建的部分 目前都已经整建完成 那很多大概同样也都到现场去看过 那机具该撤离的部分也要去撤离 甚至那个现在那个9号公路 木瓜溪桥的部分的一个破体的部分 那我们也跟这个公路总局的部分 也都密切在联系当中 王国亮表示 9号局的灾害应变中心 有全线各热点的监控系统 随时掌握各地区水情状况 同时也通知开口抢险厂商待命 大型移动式抽水机也保养完成 随时可以展开抢险救灾任务 9号局强调 除了工部门加强防汛准备 民众也要维持住家周边排水沟顺畅 以免大雨一来会发生淹水情形 接着你会欢迎视报道